大家好 今天这盘棋是1935年 日本春季 生端赛当中的一盘棋 对这的双方是 吴清源和九宝松 圣喜代 九宝松圣喜代 是日本的著名的棋手 他的入门弟子有 穆古石 乔本 于太郎 钱田陈尔等 超一流的棋手 所以说他在日本 有着崇高的地位 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 这盘精彩的对局 九宝松圣喜代 直黑先行 第一招起就走在了天元 这在那个年代 也是九宝松非常推崇的 一种下法 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但是 自从和吴清源 下完这盘棋以后 九宝松就对天元这种下法 失去了信心 黑棋抢战天元以后 吴清源抢战星吏 黑棋星吏 白棋走了一个高墓 那么这个高墓 也是针对黑棋这个天元 下周期 黑棋继续抢战星吏 白棋拆边 黑棋在下方 布下了三连星 白棋拆边 黑棋挂脚 白棋搭跳了一种 按照正常的次序 黑棋可以通过这种拖 在脚上先定型 但是呢 九宝松 走得非常的独特 先在这里掉了一种 先破坏白棋上方了这个棋型 那么黑棋走在这里以后 产生两个好点 一个是从这一带靠下去 一个呢 是从上面 封锁白棋 扩张中央 那么吴清源 对待黑棋 这个调 并没有采取普通的下方 这种挂脚 这是本手 先建立自己的根据 那么吴清源呢 走得也是非常的出乎意料 在五路开始挂脚 也是期待黑棋 在这一带 手脚 白棋呢 通过这种靠来腾挪 顺势把黑棋 这个脚封锁在里面 加强自己的外势 白棋的外势走后了以后呢 天元这颗子的效率 自然就降低 顺说实战的九宝松 并没有手脚 先靠下去 如果白棋这个时候扳的话 那么黑棋就反扳 意图很明显 就是把这两个白棋 和下方的白棋先分断 实际上吴清源选择的是 这个袜断黑棋 黑棋从这个方向打车 白棋长出去 黑棋再打车 白棋再一长 黑棋贴下去 那么黑棋这种下方 目的也非常的明显 就是要把这个白棋 给孤立起来 白棋先打车一个 黑棋站住 白棋拐吃这个黑棋 那么下一条棋 看上去黑棋的本手 是打车这个白棋 毕竟被白棋尝出来以后 这两个黑棋的气非常紧 但是呢 这个时候如果打车的话 白棋就往外一尝 黑棋再打车 这个地方 针子是黑棋不利 白棋呢还要一拐 黑棋从这里贴下去 白棋沾滚 黑棋呢还要在这一带补棋 那么下一步 白棋可以从这里切断黑棋 这个切断 让黑棋非常难受 如果黑棋往上贴的话 那么白棋就从这里 尝出来 上方四个黑棋 和这两个黑棋的气 都非常紧 如果黑棋从这里打车 白棋就长 黑棋压住 白棋能再长 这个地方黑棋是不能让白棋给冲断 黑棋还有战安阻 白棋一加 黑棋一长 白棋再一加 这三个黑棋全部被吃掉 那么实战的九宝松 并没有马上打车这个白棋 先从上面压了一个 这是一种积蓄力量的下方 也是期待白棋这个时候往外一长 黑棋呢 再通过这个打车来整形 白棋如果再往上长的话 那么黑棋这里不是打车 而是从这里加了一个 事先黑棋已经压到 这里的黑棋的气 已经宽了出来 白棋再长的话 黑棋就搬头 白棋一拐 黑棋再粘住 白棋拐的时候 黑棋呢 再一退 看上去白棋可以加持 这四个黑棋 但是呢 黑棋下方这个模样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而且呢 这四个黑棋将来 黑棋还有尝出去的一些味道 那么走成这个结果 很显然是黑棋充分可战 那么实战当黑棋压出去的时候 吴清源呢 并没有把这个白棋往外长 而是呢 从这里靠了下去 下手就出动这个子 封锁这两个黑棋 那么黑棋呢 先打吃 白棋先小编了一个 非常巧妙 紧接着呢 白棋就要搬 黑棋这里搬不住 白棋一段 顺势打吃黑棋 黑棋呢 还要立下去 这是白棋在一虎 先控制黑棋 脚上这个子 黑棋一打吃 白棋踢掉 黑棋 脚尖了一个 然后呢 白棋在一虎 要求就地做活 黑棋倒下去 普通的白棋 通过这个力 先把自己给做活 但是呢 担心黑棋 触动这个子 那么黑棋 长出去以后 白棋也吃不住 脚上这两个黑棋 反而自己 还没有完全的成活 所以说 当黑棋 挡下去的时候 白棋在边上拖先 先牢牢地 吃住这个黑棋 把黑棋这个脚 先转化出 自己的时空 下着去 黑棋搬了一个 那么黑棋搬住以后 白棋 挡下去 在这个局部 是一个打结活 但是呢 这个结 对于白棋来讲 非常的重 一旦 打输的话 那么上方 两个白棋 将变得非常担保 还要受到牵违 所以说呢 这个是五国庆元 并没有着急 在这一带和黑棋开截 先处理上方两个白棋 从这里靠了下去 黑棋走的也非常巧妙 在这里一虎 有了这个虎 这里的白棋全部死掉 那么白棋先顶一个 黑棋一退 白棋立下去 然后呢 黑棋再一拐 白棋拆边 双方啊 在这一带的战斗啊 形成一个转换 黑棋吃住右边这些白棋 获得很大的目数 那么白棋呢 在上方就形成一个模样 双方得势 大体相当 那么下一招期 黑棋大跳手脚 普通白棋在这一带可以手脚 但是呢 在那个年代 因为黑棋不贴目 所以说呢 白棋走一个大飞 先把模样给撑起来 这也是白棋 常用的一种方法 黑棋打入 那么黑棋选择这个点的打入 也是看中将来啊 黑棋这个拖 白棋搬下去的话 黑棋就扭断白棋 在这一带的作战 使黑棋的子律多 显然黑棋充分可战 为了避免黑棋这个拖 白棋呢 普通有立下去 还有这个小尖 但是呢 棋型啊 总是感觉有点松 这时候呢 黑棋完全可以通过这种 拖脚的方式 在左上角充分的腾挪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吴庆远呢 并没有走这个小尖 也没有走这个地 而是呢 从这里镇住黑棋 第一破坏黑棋 这一带的模样 第二呢 牵制住将来 黑棋这个拖 白棋搬住 黑棋的这个扭断 那么有了这一招棋 那么有了这一招棋 黑棋在这一带 也不敢来扭断 毕竟这里有白棋 打上来的下方 那么白棋镇住以后 黑棋选择 先靠了一个 白棋靠下去 黑棋先扳 这时候呢 白棋从上面 扳住黑棋 黑棋往外虎 白棋一打尺 先切断这个字 和下面黑棋的连络 黑棋站住 白棋在一口 这时候黑棋 把这个头 承扔出去 下方黑棋这个棋型 也是非常的厚实 但是白棋 也获得一个先手 在脚上一扎定 下方棋 黑棋先刺了一个 开始要破坏 白棋上方的模样 如果白棋 站住的话 那么黑棋 就从这里挡下去 白棋还要拐住黑棋 黑棋可以一跳 那么在这一带 最紧凑的下方 白棋是这个袜 黑棋打尺 白棋站住 然后呢 黑棋一跳 在这一带 要整理眼位 白棋呢 还要在上面补一手 黑棋就可以通过这种飞 把这里的黑棋 给做活 而且呢 活得也非常的大 如果这里的黑棋 活起以后 那么这一带的白棋 显然效率也非常的低 那么实战 白棋并没有沾 而是呢 从这个方向挡了过去 也是要保证啊 白棋 左边 时空的利益 下手机 黑棋打入 白棋 尖底 黑棋呢 并没有马上啊 把这个头啊 尝出来 毕竟呢 在这一带的作战 黑棋的棋型 有点重 那么九宝松呢 走得非常灵活 从白棋这个空当中 点了一个 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破掉白棋 这一带的时空 同时呢 还要威胁 右边了 这些白棋 白棋 虎住 黑棋 往外一飞 白棋 小尖了一个 黑棋呢 从这里 一挤 白棋小尖 黑棋先打吃一个 白棋站住 然后呢 黑棋一连接 白棋立下 保证了 这一带 白棋的眼位 因为这一带 黑棋非常的厚实 黑棋呢 也不担心 白棋这种切断 这时候呢 九宝松 从这里 扎了一个钉 要加强了 黑棋下方了 这个时空 那么吴庆元呢 也把这个断点 给粘上 消除掉黑棋 在这一带的味道 那么白棋 粘住这个断点以后 下一招棋呢 将来 白棋 这里还有二五加的手术 黑棋 如果搬在里面 那么白棋又打吃 黑棋粘住 白棋呢 吃住 这个黑棋 白棋可以轻松的活脚 如果黑棋 从这个方向 护下去的话 白棋就有一个打吃 黑棋粘住 白棋再一连接 那么走成这个局面 很显然 这个黑棋 被碰伤 白棋在脚上 也会非常轻松的处理 那么实战 白棋粘住以后 黑棋并没有马上 在这一带拨脚 而是呢 从这里靠了一个 一个是要在这一带 形成木属 一个要加强 上面的黑棋 同时呢 威胁上方的白棋 白棋 从上面拐了一个 把这一带 走得更厚实一些 黑棋扳 白棋先团住 黑棋一打 白棋一打吃 黑棋粘住 然后呢 白棋通过这个湖 先把上面的白棋 先做活 那么下朝起 九宝松啊 走着有点缓 从这里飞了一个 威胁 白棋这个断点 同时呢 增加白棋 在这一带的味道 确实也是一桩大棋 但是呢 当务之急 黑棋啊 还是应该 在脚上立一个 把这一带啊 走干净 实在呢 九宝松 走了一个小飞 吴清源就抓住 这次机会 在脚上啊 拖了一个 黑棋扳了 白棋 一长 黑棋立下去 下朝起呢 白棋从这里扳了一个 黑棋切断了 白棋还把这个字 藏出去 威胁下一步 要从这里断吃黑棋 黑棋先补住这个断点 白棋立下去 因为黑棋这个断点 对黑棋棋型 威胁非常大 黑棋呢 还要补齐 黑棋跳出去 那么下朝起呢 白棋走了一个小间 有人这一招小间以后 也是间接的 生源白棋这个脚 将来呢 白棋一拐吃 黑棋站住 这个地方 有一个一路路过 那么白棋小间以后 下朝起呢 黑棋在这一带脱线 先从这里贴了一个 也是要破坏白棋上方啊 这个时空 将来呢 黑棋能够断在这里的话 本身在这一带有很大的墓数 而且呢 将来黑棋还有可能出动啊 这个字 那么黑棋贴出来以后 白棋呢 先从这里搬了一个 威胁这里的黑棋 黑棋从这里一挤 先吃住啊 这两个白棋 下朝起呢 白棋从这里往外一场 紧接着 九宝松呢 走了一个小间 先切断脚上的白棋 和上方白棋的联络 但是呢 这一招起呢 有点问题 那么这时候呢 电脑A的推荐 黑棋应该是 从这里切断白棋 本身这里的墓数非常大 而且呢白棋在这一带又产生了很多坏的味道 那么实际上黑棋走了一个小间 有了这个小间也并不能啊 把白棋给吃住 白棋还有活脚的手段 这时候白棋可以先小间 黑棋一拐 白棋挡下去 这个地方将来白棋还留着一个双翅 如果黑棋往下冲的话 白棋就挡住 黑棋再打翅 白棋站住 那么这个地方最终黑棋还要补一手 那么白棋呢 往脚上移立 脚上的白棋是活棋 所以说当黑棋小间的时候 并不能有效的吃住 白棋这个脚 那么这一招就显得有点问题 那么实际上的吴庆元啊 并没有马上活脚 先从这里拐下去 那么上面白棋几乎全部都转化成石骨 那么黑棋呢 也从这里 站住 牢牢的吃住脚上 脚上的白棋暂时活不了 那么黑棋站住以后 下朝起 白棋哄了一个 黑棋吃住 这两个白棋 那么白棋呢 先打吃 黑棋反打 下朝起呢 白棋从这里 打上去 明知道这里的白棋活不了 被黑棋往里面一尝的话 白棋做不了这眼泪 那么吴庆元之所以走这个党 也是希望黑棋往里面尝 白棋获得这个小尖的这个先手 毕竟将来黑棋大飞到脚上去 让白棋非常难受 那么白棋挡上去以后 黑棋也并没有马上吃住这些白棋 而甚至先拐了一个 他的目标是中复这三个白棋 那么有意思的是呢 当黑棋拐的时候 吴庆元在这里没有补气 在这里也没有补气 抢占了一个大厂 那么这一招棋 也具备一种王者风范 那么白棋 抢了一个大厂以后 黑棋从这里贴了下去 那么白棋选择 从这里沾入 那么这一招棋 从现在电脑AI的眼光来看 也是稍微有点问题 那么这一招白棋应该从这里拐一个 保证了这一代白棋的安全 同时呢破坏黑棋将来这一代成空的潜力 实战白棋选择站住 那么黑棋就冲 白棋切断 黑棋打吃白棋站住 双方在这一代就划清了界限 白棋站住 那么黑棋几乎已经吃住了这三个白棋 那么上方的白棋呢 也全部转化成了时空 下周期的黑棋一飞 封锁这一代的模样 这时候白棋从这里 唬了下去 开始要在这一代和黑棋展开打结 黑棋并没有马上动手 先在上面先进行 搭了一个 白棋断吃 黑棋一退 白棋呢 提掉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 如果从里打吃 和白棋开结的话 那么白棋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间 黑棋还要立下去 紧接着白棋这个飞 是一部非常大的一招棋 如果这个时候黑棋提掉的话 那么白棋再从这个地方 和黑棋展开结证 那么这一招棋很明显得到了便宜 如果黑棋不提掉这个字 而是选择在这一代强杀白棋 那么白棋就出动这个字 那么将来这一代的打结 还要把这些黑棋给卷进去 这是黑棋不能接受的地方 所以说实战了 黑棋并没有在这一代 马上和白棋展开结证 而是走了一个小间 他的意图就是 如果白棋就地做活的话 黑棋就出动这个字 白棋这个脚上味道非常的坏 白棋也难以吃住这两个黑棋 那么对待黑棋这个小间 吴清源也没有马上做活着这个白棋 而是非常巧妙地从这里走了一个小间 那么有了这一招棋以后 将来白棋这个力变成了虾手 那么在这一代就不会形成打结 而是白棋的进口 虽然说实战 黑棋还要打吃这个白棋 那么白棋反打 白棋通过棋子掀手 防止了黑棋这个出动 黑棋踢掉 白棋一路打吃 黑棋站住 下招棋白棋从这里一输 如果黑棋再来踢掉这个白棋的话 那么白棋还是要在这一代一虎 要和黑棋展开结征 所以说对待白棋这个非 黑棋在这一代也没有什么好的下法 于是就选择了打吃这个白棋 那么白棋先从这里顶了一个 要在这一代先手进行 黑棋挡住 白棋一扒 黑棋一退 这时候白棋就把这个字给尝了出来 黑棋先一路扒 白棋一尝 黑棋点进去 破坏白棋的眼位 这时候白棋还要挡一个 黑棋提掉这个白棋 双方在这一代形成一个打结 白棋又从脚上拐了下去 白棋要通过这一代的打结 把这个脚再给做活 那么白棋挡上去以后 黑棋先打吃 白棋站住 这时候黑棋把右边的白棋吃干净 白棋也顺势把左下角给做活 那么走成这样以后 白棋就从实控上取得了优势 黑棋从这一代封锁白棋 白棋先小尖 黑棋挡住 白棋拐了一个 黑棋一挡 白棋一路搬 双方从此进入了一个关子的争托 黑棋搬住 白棋连接 黑棋站住 如下角形的白棋出了一病 捕捉白棋这一代的断点 黑棋一爬 白棋先打吃 黑棋站住 白棋一连接 黑棋一虎 白棋先往脚上拐了一个 黑棋挡住的时候 白棋把这个子朝起 黑棋跳进去 白棋一冲 黑棋搬过 白棋挡住 黑棋从这一代封住白棋 白棋打吃 黑棋站住 白棋先一路搬 黑棋搬住 白棋从这儿粘了一个 捕捉了将来 黑棋这一带的双翅 黑棋往脚上一爬 下肇性的白棋 站住这个断点 当白棋站住这个断点以后 九宝松一看了 这盘棋已经没有机会 于是就中盘认输 你会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吗 我去给这个断点 所以说 我去给这个断点 最后一个断点